你知道剑语中的西语为什么会突然背叛转轮王吗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和转轮王之间也有男女之情 在影片结尾的决战之前 曾经对转轮王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这一辈子都注定是个太监 影片中只有夜店青发现了 但之后很快就被活埋了 根本没人可以透露消息 所以只能说明曾经早就已经知道他是太监 并且这也是他会背叛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城里阿胜与曾经在茶滩外避雨时 曾经看向的却是胡子 并且镜头也对焦了胡子 只有男人才能长出胡子 身为太监的转轮王是不可能会有胡子的 而且在转轮王来到曾经的家时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是李鬼兽做的 为什么不喜欢你之前的脸 然后转轮王直接走向了昏飞的阿胜 自己看镜头 最准的是阿胜的胡子 而下一个镜头就是转轮王摸着自己的胡子 都知道转轮王的胡子是假的 是自己粘上去的 这也是他和姜阿胜最大的区别 转轮王对戏宇曾经有过私人感情 所以他想要得到罗魔遗体重新成为男人 但很快戏宇就发现了转轮王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才会狠心叛变 不觉这才是电影最大的影线 你知道我为什么杀我第一任丈夫吗 因为他跟你一样 不行 你不是不行 你是没有 不得不承认 转轮王才是剑狱中最悲惨的那个 他是暗杀组织的首领 高高在上 所以决定他人生死 要讽刺的是 他的真实身份 竟是宫中一个地位 极其低下的老太监 他自幼近身进宫 说了大半辈子太监 却依然卑躬屈膝 被其他小太监忽来唤去 羞辱训斥 毫无尊严可言 更讽刺的是 他是太监之身 连正常的男女之乐都享受不了 面对着妩媚性感 渴望于自己一夜风流的夜店青 他却无法满足 只有在做回转轮王的时候 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尊贵 审判古魂街鬼 何定男女受邀 取分富贵品鉴 法王轮回头生 他把自己比作转轮王 就是要将一切免是自己人复仇 他要修复残缺的躯体 要重新开始自己闪新的人生 到最近心思抢夺罗摩遗体 却被自己最心爱的女弟子背叛 好不容易找到他 却发现他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 得到罗摩遗体 以为梦想终于可以实现 却发现黄良 当美梦一场空 最后还被心爱的女弟子 狠击刺了十一剑 你竟然能砍中我十一剑 转轮王闭上了双眼 那也无法体会到男婚女爱的感觉了 你知道戒雨中的陆主 为什么甘愿死在细雨的剑下 仅仅是为了度化细雨吗 其实并不全是 在陆主死后 细雨找上他的师父解惑 老和尚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佛陀弟子阿南出家前 在道上见一少女 这个女子正是细雨 陆主也就是阿南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 陆主就喜欢上了细雨 不过再次见到心爱之人时 自己已皈依佛门 为了能够度化细雨放下沙殿 丢弃遗体离开着江湖纷争 陆主苦苦纠缠细雨三个月 从他的剑法中发现四个破绽 并全部告诉了细雨 可只有这些 还不够让他真正放下掏钱杀意 最后陆主决定牺牲自己来感化细雨 他作为佛门弟子 无法与细雨远走高飞 而面对异中人的处境 他又不能坐视不管 所以他在最后一招 才故意丢掉短棍 担心死在细雨的线下 作为僧人 他没有辜负国门的期望 面对异中人 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 这才是真正的 不复如来 不复经 若你能放下手中绝把剑 离开这条路 身子上传有如 我也是你杀的 最后一人 我 之后 我还有什么 Jesús 这 Pos本菜 受估闻沒有 我意思是上最后的 我们使用了 тол汤 不要也无畏 是 反面上